你能不能回答一位 这是咱俩一起的采访 不是我的专访 说句话 别再拍杂志 来 请回答一家 澎湃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我是音乐剧演员云馆 那平时你们觉得谁的衣品比较好 她 因为我没有衣品 她 她 对 不不不不不 现在你不随意了 现在有点对 以前就赶紧就化妆 它不能超过15分钟 就化妆就基本上占了10分钟 那5分钟头发 就坐一会儿头发 老师行了可以了 就挺好不错 人家造型是坐一半就已经炸了旁边 现在 一个半小时的头发 我觉得这儿有问题 老师这儿有问题 有点要求 对 要求很高 要求高到已经不得了 现在我 差不多得了 行了 那你爽子来信用这个 我想想 当你老了 最炫民族风 因为它是少是民族嘛 所以就它又很炫 歌名啊 嘴巴嘟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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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那你说 我生气的时候干嘛 它生气 它基本真的不生气 我脾气很好 非常好 它不生气 我们接到的这个动漫的主题歌 其实是非常正能量的 非常阳光 所以我觉得接这个音乐也是我们把一个音乐巨人的这样的一个 对 而且歌很好听 对 歌很好听 把音乐巨人的这种精神 阳光的一面 对 我不太玩游戏 吃鸡 对 它玩 现在玩那个 单机吧 单机 对 打篮球 对 只能打打电脑 因为打不过别人 我帮它玩过一次 对 然后就是 也找不着人 迷路了 我根本是跟不动 对 我都不知道人在哪 我最后放弃了 我把盔甲剪点东西都给他 但我很喜欢看他们 不会开枪 不会开枪 找不着人 但我很喜欢看他们吧 尤其是马队长 因为马队长老训斥他们 因为他们玩的太菜了 对 因为他呀 齐介啊 他们几个老在一块吧 其实就是更多的也是鼓励 因为这个电竞行业是发展的 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发展的 慢慢开始发展的好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竞技 电子竞技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坚守 坚持着这个行业 所以才可以发展的好 那个其实跟我们坚守音乐剧 音乐剧一样的 在中国的土壤是这样 对 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个人发展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再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也是 也是要丰富我们自己的经历啊 包括让我们都去学习好的东西 然后吸收音乐方面 包括表演方面 所以这个东西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音乐剧 去服务角色 服务你的舞台的 对 其实这个我们个人觉得是不冲突的 是的 只是会给咱们更多的营养 我们吸取更多的营养 因为塑造一个角色 你要经历嘛 对 这是很重要 我跟他学习配音 应该是很快就实现了 因为 近期我也多接了一些这种 像这种 语言类的这样的 比如说读书啊 什么的这种 配音呢 什么的 也包括前段时间 我那个父亲草原母亲的河的这个 配音当中 其实我还问了一下 阿杰老师 我说这个配音有些时候 有什么窍门呢 他说其实窍门没有 都是配的多了 你慢慢去找感觉 预备走 拜祭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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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的巅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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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的巅峰 如果你喜欢他 就把他当作荣耀 而不是炫耀 好 好